原县市共好高峰会112年启动后 竹竹苗三县市建立沟通平台 而聚焦青年发展首场三县市青年创业座谈会 在苗栗县三亿曼城登场 县长中东景和青年交流 鼓励年轻人把握机会来慎用资源开启契机 在竹竹苗原县市共好高峰会基础上 针对青年发展推出的第一场青年创业座谈会 在苗栗县三亿乡曼城登场 县长中东景出席与青年交流就事出大力多 全力支持青年创作 这个创作如果跟客家有关 甚至这个创作是跟我们苗栗县有关 我觉得它的申请费用是合情合理 因为我们去年有编了 从我们观景编了一个500万的预算 就是要鼓励我们在地的青年创作 不光创作歌 当然我们也对于像美术家 像这个雕刻家 它的展览甚至是比如说是书房 支持创作 更鼓励年轻人把握机会开创未来 要扩大市场规模 加速打造青年创业利多环境 我们现在进入在足足苗区的人口 加起来大概将近150万 我想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市场 如果我可以在这个市场上 做更好的发挥 当然我相信 只要是在这个平台上 各位能够提出好的想法 那如果获得这个三十县市的肯定跟认同 我想发展的事物可能会更快 这场座谈会 吸引超过百位青年参加 新竹县市出席盛会带来伴手礼 肯定透过青年发声 可让政府施政更具有活力 不是以前你现场说的算 让你们发声 让这个事情到底这个决策对不对 是很重要的 如果单单一个现场和幕僚去做检设 其实是不一定能跟年轻人的所长能够接合 在6月我们要到基隆 去跟基隆的青年委员交流 11月我们要到彰化 去跟彰化的青年委员交流 我希望在我们有限的资源 借由三县市的一个合作 可以帮助青年委员 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益 除了与官方交流 这场座谈会还安排四位讲师 针对餐饮 新创事业 公益社区 创生等议题演说 由苗栗县起头 10月份将由新竹市交棒举办